马来西亚前风暴预测 国阵将在柔佛赢得34席 西蒙三党和穆打共19席 国蒙三席 这个预测于早前巫统放话 能赢得三分之二一席 也就是超过37席的说法有落差 柔佛行动党州主席兼柏林候选人刘振东 今天在媒体联访中表示 许多评估都显示 巫统正在面临苦战 有十个选区非常关键 刘振东因此呼吁选民积极出来投票 阻止巫统独霸政权 这个选举会有好几个情况 第一个情况当然是国阵大胜 国阵已经超过三分之二 第二个情况是国阵危胜 危胜就是说29席左右 29席30、31这种是国阵 宁可不要解散的结果 就是说解散了过后 还是回到原点 因为原点是 当然原点 它的原点是跟 之前是跟国门加在一起 有29 然后Sapian过世了变成28 但是如果最后结果开出来是 国阵只是赢29 30、31 这种就是宁可不要解散 所以这个是第二个情况 第二个情况是这几天 熟悉政治的朋友 都开始有这样的这个看法 就是国阵会可能危胜 危差获胜 然后但是国阵获胜 这是第二个情况 第三个情况是 国阵没有到28 第三个情况是国阵没有到28 三个联盟都不过半 这是第三个情况 三党不过半 三个联盟不过半 第四个情况是希望联盟 扩胜 我们至少有这种不同的情况 3月12号晚上 它有不同的情境 不过可以简单总结是 现在大部分的评股 都是胡同在苦战 就是它可能是危差获胜 或者是最后三党不过半 但当然也不能排除希望联盟 可以执政的可能 所以现在至少有这四个不同的可能 我们呼吁我们的支持者 我们呼吁我们的选民 尽最大的能力 出来投票 我们希望可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如果能够有很多人投票 希望可以完成 希望联盟执政的可能 或者至少在 最基本的我们不要让武统过半 最基本是我们要尽量的确保 希望联盟可以得到多一票 多一个席位 确保乌统不会过半 当乌统不过半 因为他最后的席位的差别 其实真的到最后是 在十席里面 那十个关键选区 只要乌统都不赢 或者国阵都不赢 那么就有可能看到 最简单是看到 国阵不过半 再下来 只要这个十个选区 可能国阵不赢 赢的是希望联盟 这样希望联盟执政的可能 当然现在看起来 很多人认为是微乌其微 可是 这十个关键选区 如果国阵不赢 赢的是希望联盟 这样希望联盟执政的可能性就有 所以我们 当然行动党的选区里面 有一些是关键选区 我们呼吁所有的选民把选票集中 在这个最最紧要的关头 未来的48个小时 可能不到48个小时 在巫统苦战的时候 我们希望能够选民可以集中选票 让行动党 让希望联盟 可以赢得最多的席位 最多的席次 确保说 3月12号晚上 我们可以以最强势的情况 逆转 逆转这个 巫统解散 州议会的 他们想达到的目标 巫统解散州议会 就是想他们想独霸政权 他们认为说 只有巫统独霸政权的情况底下 才会有稳定 但是这个是 恰恰是 马来西亚人 容佛人 都不愿意看到的 因为巫统独霸 的结果就是 这个国家继续贪腐 这个国家继续向下沉沦 而容佛这一战 除了决定容佛 未来五年的政府 也将决定 马来西亚的未来